好,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波動 什麼是波動呢? 就是傳遞能量的一種形式 當物體的某一部分受到勞動時 能量藉著介質的來回震動 逐漸的使臨近的介質 也產生同周期的震動 將能量傳遞遠處 這種現象我們就叫波動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在那個池塘邊 那我現在對這個水面的話 給它什麼呢? 給它什麼呢? 給它點一點點一點 那點一點點一點的話 這個什麼呢? 這個水面的話 由於什麼呢? 由於在上面的話產生震動 它就把什麼? 把它在這個地方產生的震動 傳遞出去 你在這裡產生震動的話 它會有波的話 這樣逐漸的話 傳遞出去 好,那我們如果呢 從這個橫截面來看的話 它就是這樣呢 這樣把波的話傳遞出去 把這個波傳遞出去 它的話是藉什麼呢? 藉就是說 我在產生震動的時候 那麼這個震動又會什麼呢? 又會干擾旁邊的這個水 旁邊的水的話呢 也會跟著一起震動 不然的話我們看看那個繩子 繩子的話可能比較好解釋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從什麼呢? 從這裡的話 從這裡的話 比如說從這裡 從這裡的話給它拉起來 再給它壓下去 拉起來再壓下去 那這個波的話 就會這樣傳遞出去 就是說一個一個拉一個 就是說 這裡 這裡的這個指點 拉旁邊的指點 這個是往下 往下移動 把它拉下來 當然的話 旁邊的指點也會拉它 旁邊拉它的方向是往上 所以它的速度會減慢 所以的話 到最後的話 你如果是起兩個波的話 到最後它會慢慢這樣下來 最後如果要停止 那整個波這樣傳遞出去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介指 什麼是介指 就是說 這個波動 是靠著 介指的震動 然後把這個波傳遞出去 那這種什麼呢? 這種存在波的這個物質 像這個水波 存在水波的物質 就是水 那水的話 就是水波的介指 或者是神波 神波的話 神波的話 就是說你存在 神波的這個物質 就是神子 所以神子的話 就是神波的介指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波的分裂 波的分裂的話 第一個 我們如果依照 這個介指 有分裂的話 我們是分成 機械波 跟電磁波 機械波它一定 要介指 像什麼呢? 像水波 我剛剛講的 像什麼呢? 像神波 神波就需要繩子 水波就需要水 像什麼?像聲波 聲音 聲波 聲波就需要空氣 這些的話 都是屬於什麼呢? 屬於這個呢? 機械波 這裡有講 水波、神波 彈簧波 什麼叫彈簧波呢? 就是說現在有個彈簧 那彈簧的話 你現在把它擠壓 把它擠壓的話 它也會把 它這個擠壓的振動形式 把它給傳遞出去 那這個的話 是彈簧波 你也可以這樣甩 這樣甩的話 它也會把它的波動形式 振動形式 給傳遞出去 那這個呢? 是讓我們稱為 這個叫橫波 這個的話 我們叫重波 等一下可以講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電磁波 電磁波的話 不需要介指 電磁波 它可以在真空中傳遞 介指波它是藉由什麼呢? 藉由這個電場跟磁場震盪 像呢 像比如說有個電子 電子的話 在空間中呢 會建立電場 你這電子的話 在這裡震盪的話 那空間中的電場 它也會跟著震盪 那電場震盪以後 它會產生磁場 那磁場震盪會產生電場 電磁去循環相生 它就把這種震盪的形式 電場震盪跟磁場震盪的形式 給傳遞出去 那這個我們叫做電磁波 那電磁波可以在真空中傳遞 它不需要介指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波的話如果依照它的那個震盪方向分類的話 它可以分為橫波跟重波 那橫波的話就是說 介指它的震盪方向 跟波的行進方向垂直 那這個我們叫橫波 像什麼呢 像神波 神波的話 神波假設是這樣傳遞出去的 那它 波的行進方向這個方向 大概介指的震盪方向是這個方向 那介指的震盪方向跟什麼呢 波形進方向垂直 重我們叫做橫波 另外一個就是重波 橫波的話有什麼例子 橫波有神波 水波 水波的話它還有什麼呢 彈簧波 彈簧波就是說它上下震盪的 這種波形我們是橫波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電磁波 不過通常電磁波它是不需要介指的 那這個電磁波 我們為什麼也叫它叫做橫波呢 因為什麼 因為它電磁波的話 它那個電場的震盪方向 是電子 電子在這裡震盪的話 它也為什麼呢 產生電 在空間中產生電場的震盪 所以它的波源的話 電子是這樣震盪 把波傳遞出去的 所以電場是這樣震盪 所以它電場震盪方向 跟波形進方向互相垂直 所以我們才把這個電磁波 歸類為橫波 再來我們看這個重波 重波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介指它正當的方向 跟什麼呢 波形進的方向互相平行 那這個我們叫做重波 像什麼 像聲波 聲波的話 我們把聲音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個聲帶 聲帶的話 這會震盪 這聲帶震盪的話 它是前後震盪 前後震盪的話 然後把這個空氣擠壓 所以空氣擠壓的話 它就會什麼呢 所以 密疏密疏 這樣傳遞出去 就是說 當空氣擠壓 它擠壓以後 它的這個呢 空氣密度變大 放鬆以後 它空氣的密度變小 所以 它這個波的話 就這樣傳遞出去 就是說 空氣的震盪方向 跟波的行進方向 是互相平行的 那這種波我們稱為重波 那例如什麼呢 例如聲波 聲波是一種重波 彈紅波 彈紅波的話 有兩種形式 我剛剛講的話 就是說你這樣震盪的話 它是橫波 那彈紅波如果是這樣推擠 這樣震盪的話 它就是重波 然後 在哪邊 就在哪邊 就來 從哪邊 會不會有 為哪裏 那裏